今天报道我是执行官杨振全 欢迎在好好听FM收听的朋友 以及在YouTube上面收看的观众朋友们 铁粉们跟大家问声好 国防部长邱国正这几天说了一句话 他说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对岸要来打多久我就陪你打多久 那其实这句话在网路上有非常多的军事迷 还有军事记者 还有一些退伍的军人 他们这几天的评论其实都蛮正面的 大家都认为邱国正部长讲这句话 大概是一种国军决心的强调 那当然也是我们自己国家要 国防要捍卫到底 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土主权 一个非常强的信心宣誓 那当然这句话 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在两岸现在这么紧绷的情势下 邱国正讲这些话 会不会让两岸情势更紧绷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国内的这个民军 这个军队队内的这个所谓的信心宣誓 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这个决心 我们的国军有这样战到底的这样的想法 绝对不会有退缩 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想法跟这个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这几年国军的这个军力部署 其实跟过去已经是开始有一些蛮明显的调整 像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军事训练 已经只有四个月 所以要规划这所谓的后备的兵力 所以要开始要比较强力的来动员这些 所谓的后备军人 那同时也成立了好几个新的新训旅 也就是要来做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训练的能量 当然也是要维持我们战力的平衡 那其实前几天我在一个政论节目上 听到了明代 立委 还有就是这个明嘴 甚至是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他们不断地在讲这个所谓的 台湾的兵力结构的问题 还有在讲这个台湾的这个战力 到底够不够强不强好不好的问题 我是听得还蛮生气的 我有点想要挑战他们的观点 也要告诉他们 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现在这样此刻的时候 我觉得部队形态 训练形态 还有部队面对的环境 跟现在的民情 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 那当然我们有很复杂的情势 台湾内部就有这个所谓统独的问题 有国号认同的问题 有外岛观念跟台湾本岛观念 不一样的问题 会有很多的拉扯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 到底要不要国防这件事情 我认为大家都必须要想清楚 这不是只有军队要想清楚 主政者要想清楚 我觉得我们的民众 也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认识 台湾究竟需不需要军队 需不需要国防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想法 认为台湾需要军队 需要国防 那我觉得就是给国军最大的支持 做他们最强的后盾 那我们也要给他们信心 也要对他们有信心 当然国军不完美 绝对不完美 但是既然国军不是一个完美的团体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去监督他们 让他们做更好 而不是一天到晚唱衰 或者是直接讲一些投降主义的话 我认为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其实大家很多人 我们就来讲 其实国军现在的原额是21万5千人 那我们的部队人力到底够不够 其实我老实说 我自己的感受 我长期跑部队的感受 国军在基层部队的人力不见得够 有些单位人力会满 这是职业化之后的趋势 也就是像是空军的后勤单位 地面的所谓的机工掌门 这些单位 地勤单位 它是专业单位 所以它很容易补满 它有些热血单位 像是两栖部队 或者是说特种作战部队 会有一些热血青年 会愿意去加入去挑战 那但是还是有很多部队 的确常常面临人员不足的问题 那其实国军 国防部去年的这个战力结构的 这个公开的资料里头 是写说我们的募兵 募兵已经达成率达到百分之一百 一十几 超过了百分之一百 那这个数字其实很多人就会质疑 你招募招的比原来的人多 怎么可能 这是因为过去很多边缺不够 所以它必须要招比过去要更多的人 那也就是说原本设定的目标是多少 招了比百分之百还要多的人 这有可能 但是其实就有专家出来解读国军的数字 它其实是国军在边缺上面有一些挪动 也就是我们去年成立了联合兵种营 把一些部队的编制 做了一些缩减 所以其实在这个原额缩减的情况之下 所以就可以就是说 我们的人现在看起来比以前多 其实是因为原额有减少 这个是有可能存在的 那当然就我们的组织也必须要面对 时代环境去做一些调整 那二十一万五千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足够 其实我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怀疑 应该还是有一点点的缺额 那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在政论节目上有听到了有民意代表说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现在去做这么多的组织调整 要在金门的前线成立一个步兵营 新的步兵营 然后他就说这是因为来自美军的压力 来自美国给我们的压力 因为美国觉得我们的兵力结构 现在是有一点问题的 基层不够 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 我们的战能够符合支持部队站立的人力不够 所以他们美军给我们很强大的 这个人员边桩上的压力 所以才会在金门前线弄了一个所谓的步兵营 然后接下来这个民意代表 他就说了 他这个步兵营是骗人的 弄起来好玩的 给美国人交代的 是这样吗 我觉得如果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前线要面对的就是第一波的炮火 有可能啊 那我们为什么 我们在那边成立一个新的步兵营 有什么问题吗 那对还没成立 就是成立假的给人家交代的 我们需要这样吗 为什么不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是什么 那他们要承袭第一线的炮火 那为什么这边不能够增加一点人力跟兵力呢 我不懂 他是民意代表 而且很资深的民意代表 然后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他还想要选总统 他也说了他想要选总统 他老是在他的节目里头 去讲四十年前 他当兵的时候 他当御官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训练 然后现在的部队就是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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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讲一文不值 然后他也觉得 他甚至还有一个观点就是 金门当地的生活 其实是跟厦门比较接近的 所以他说金门人其实根本 对对岸是没有任何敌意的 所以我们要开门吗 我们要开门让他进来吗 我完全无法理解 这样的论点跟意义在哪里 因为我说真的 如果我们今天要把金门送给对岸 金门的人就决定要投降给对岸 是这样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吧 当地的人也许会跟大陆的人 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往来 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彼此依赖 我都同意 我都理解 但是就表示我们要直接开门 让他们进来 或我们的人要直接投降 要过去吗 我相信金门人也不完全是这样想 我觉得这个政论节目主持人 还想要选总统的人 是这样子来看待我们的国军的时候 看待我们前线的这些编装的时候 我是不能理解的 他甚至曾经我在他的节目当中 听过他说的 就是我们的买那么多飞机大炮 买那么多武器 跟美国买那么多东西 交保护费 然后他不断地告诉我 不断地给观众洗脑 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他说因为对岸的飞弹很多 他们的人海战术就可以怎么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们台湾还要玩什么 我们人就比人家少 我们即使在人比人家少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发展 所谓的不退胜作战 或者是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 建立起我们国人的心防跟民防 这才是我们重要的 该做的事情吧 如果说我们整个国家 充斥着这种投降主义 我们要国军干嘛 对 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同意一件事 我们如果需要国防 那为什么不给这些人更多的支持呢 而不是一天到晚认为就是对岸比较好 然后 我们的军队都没有用 我们现在国防部做的东西都是假的 我觉得要去了解一下 国防部为什么要在前线 设立一个步兵营 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去思考一下 国防部现在要成立这些后备部队 他们现在要大量的做这个所谓的教招动员 去成立的新的编装的单位 他未来是要怎么练兵 那也许有很多问题 也许这样的制度上存在很多问题 我也承认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他有非常大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养出一个成熟 还有具有战斗观念的兵 我认为是这样子 他即使分什么一阶段二阶段 我都觉得时间还是短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我们的这个国防战略概念上面 的的确确需要做更多的思考 然后在战术上面需要做更多的一些想象 然后要去做一些更精致细致的调整 那我们需要哪些武器 我们要不要自己弄潜舰 自己造飞机 我们的下一代的教练机要怎么样发展 我们下一代的武器要如何的取得 我们本来就需要做更多面精致的思考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不是用人海战术来决战的时代了 那的确我们需要一些 就是还是会需要人 需要兵力 需要在真正紧张的时刻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投入 这一个战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这是一个本来就没有错的概念 这个概念存在 我觉得民众也要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本来就是军人的后盾 当这些军人要上战场的时候 我说真的 我们在那边生活的人 不是举个白旗就 对岸就会平平安安的过来 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国军 我说真的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概念 那真的当需要上战场的时候 你即使再老 你还是要上 我说真的 这自己的国家本来就应该自己救 那对岸要打过来要打多久 我们就陪你打 那我说真的 我觉得不是 不应该在国防 我说真的 这几年我在争论节目上 不是只有听这个节目 很多节目都在讲 我觉得就是充斥着 强烈的投降主义 就觉得对岸就是人多 对岸就是怎么样 对岸有航空母舰 我说真的 我觉得很多人 也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对岸有航空母舰 但对岸的航空母舰很旧 所以没什么战力 不是这样看 对岸的航空母舰 他就是有航空母舰 他就是对我们会形成一定的威胁 那当对岸有航空母舰的时候 我们战力要怎么调整 我们的武器编装要怎么样的调整 来面对这样的情势 这是我觉得我们国军 国防部应该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 也要给全民知道 就是当对岸有这些 不一样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还有这些不一样的兵力调动 还有一些这个 可能他们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相对应的政策 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让民众知道 让民众有全民国防的概念 我说真的 国防安全不是只有部队的责任 那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 这个观念这几年其实在 民众心里是很薄弱的 当然我觉得国防部也需要 更努力的让民众知道 其实我们的国军是 有能力保护国家的 也要让大家知道 国军在做的这些事情 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 能够带风向的名嘴 能够带风向的民意代表们 我说真的 我觉得你可以在政治上面 有非常多的攻防 在政治上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厮杀 但是我觉得 你们真的都需要给国军 更多的信心 你今天想选总统的这一位主持人 政论节目主持人 你想选总统 你如果真的当选了总统 你难道你要告诉人家 国军在前线的兵 要全撤回来吗 是这样吗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 这样子的话 我真的觉得你需要想一想 你自己说这些话 你是不是能够负责任 而且我要告诉你 真的部队的环境 时代已经不同了 不要再用40年前的眼光 来看现在的部队 不要再说 你以前当预官的时候 是如何的练兵 如果现在的部队 用你40年前的方法来练兵 我相信你也是个家长 你也不会接受 国防部用这样的方式 来训练你的小孩 我想 我今天说这些 不是说 要去跟他吵架或怎么样 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国军是人民安心生活的后盾 我觉得这样的概念 是你我都需要去理解的 给军人更多的尊重 给国防部更多的支持 国军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改变的 这是我今天 在执行官报道 跟大家讨论的内容 那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上好好听FM的平台 或者是到我的粉丝团 钢铁军事小组 提供我更多的想法跟意见 让我也希望能够 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 谢谢您的收听 还有谢谢大家收看 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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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